新聞繼續關心來自將議市議會的消息 台灣建立高齡化社會 各管市家鄉老人照顧政策 將議市議員林偉宣 在12月在議會這孫 將議市社区關懷起點 和老人的花家食堂素量 今年無情家求電動是減少 而且下降薪水情節 工作壓力又很大 經濟衛星法律部統計 各管市以後映換新年的輸出人數 將議市竟然失敗命到勝 一種民會共町 將議市市長就喜歡下期 能力來提供好的台語和風力 讓下降能穩定感受 來照顧更多的老大人 為什麼嘉義市過去這半年 社區關懷據點會有下降的現象 從去年的事實處到社會處 這次給我們的報告只剩下37個 這些據點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導致無法繼續辦理下去呢 台灣建立高齡化社會 各管市接近全家社區關懷記點 和老人失蹤 來家鄉照顧老大人 但是議員林偉宣 11號這次的市場確診 將議市的社區關懷記點 今年對原本的40個地方 减少3的地方存307的 老人花吃食堂 高的地方有4的地方停翻 在此經濟維新法律部調查 同期希望你以後 應援老化的輸出只有4的人 全台白名打算 要求市長安民會 就老人照顧給你來表態 1的社福組織 2能夠在社福人員的待遇上 一定要提升才有辦法吸引人才 3針對服務人力較短缺 或是有老化團體的現象的話 提供吸引新人力的機會 這部分政府可以擔任平台的角色 讓更多社區的力量 願意進來自己的社區內 或是社區的組織結構當中進行服務 這部分市長怎麼看 我想我們就一定努力 當中央有資源我們極力爭取 大家也知道現在所有的錢跟權 也都是在中央是最多的 這些資源在全國在做的時候 只要有機會 我們一定全力爭取 那當然除了這樣以外 我們對於相關的社工人員 按照中央的制度來建立 就中央的標準實施以外 我們還有一個長任久留的一個制度 所以相對的相對應的 我想只要再提出來 我們能做 就是在這裡我們知道 第一線的社工是最辛苦 也希望說他們在一個穩定好的 一個好的待遇好的福利之下 能夠去共同協力去做好事情 其實在針對補助的狀況在今年其實我們已經有調整過一波了 只要是我們自己補助的 我們都會隨著物價的上漲來去做調整 可是中央比較一致性的 我們只能去做反應 那如果是我們自己補助的部分 其實我們今年已經有做過調整了這樣子 那我們也會鼓勵就是如果有更多的民眾 然後更多的團體想要加入 或一些據點想要加入的話 我們都歡迎他們一起來加入 因為現在其實整個社區的人力都是老化的狀態 那其實我們現在是把青年的學子引進來 那其實我們從去年的回家青年我們可以看到 當青銀共融之後 其實青年學子就會對社區產生認同感 那其實這樣子的服務其實是我們更樂見看見的 那其實如果他們可以成為社區長久的志工的話 其實我相信專業度也是沒有問題的 社會促進黃毅成共町 社区關懷起點和老人花家食堂減酒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有的社区協會計算 有的天氣運作、有的影響補助 未來的技術及合作民間主委 正主張用補助積極來補給 另外衛生協助了愈為強調 今年的政家婦婚以後 更換老化的輸出 開辦的利寧人生 更換健康客廳真受到歡迎 信號良好,今年也會持續來辦理 西新新聞 杜町孫雯秀宣 甘義齊 蔡富博德 親愛的鄉親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詠媽市長黃敏惠 嘉義地區水情嚴峻 面對缺水遺跡 讓我們一起從生活中節水 我們可以從澳澡改為淋浴 用擦車來代替洗車 洗手搓揉香皂的時候 記得要先關水龍頭喔 洗米、洗菜的水 還可以拿來澆花 養成良好的節水習慣 節水省荷包喔